第十三期的题目呢,有一点烧脑,但绝对是驾驶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我们多看多学,浴室才不会手忙脚乱哦。 走了,起座题咯。 三十一题,题中的这种天气,我可以使用什么车灯呢? 现在是白天,所以B选项,远光灯不能用哦。 C选项,位置灯亮度不够,也不能开。 雾天,看不清路面,大家记住,B选项,近光灯,一定要打开。 D选项的前后雾灯,也要打开哦。 前雾灯是为了增加亮度,后雾灯是为了提示后方车辆的。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A和D。 三十二题,三角形危险标志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 这个牌子表示特定的环境,它表示码头或岸边的出口, 也就是当道路靠近水时,它提前告诉我们别往水里开哦。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A选项,码头上的出口, an débuchet出口, B选项,陡峭河岸的一条车道, C选项,an n'en barcadère,是指大码头,不是这里的小岸边哦。 关键词,une berge,陡峭的河岸。 三十三题,右侧的车道是? 阿碑的意思呢,都是自行车道。 A选项,自行车道在路边上,中间呢,是有线分开。 B选项呢,是自行车道和快车道用粗线分开的, 应该就是图中表示的这一种, 所以我们答案选择B选项。 三十四题,这道题是说这个轮胎可能是受害者, 也就是问,图中的这个轮胎,它是怎么造成的呢? A选项,撞马路边上造成的。 B选项,掉坑里造成的吗? 是的,这两种原因都可能把轮胎伤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答案选择A和C。 关键词,an n' de boule,路面小坑。 三十五题,为了安全考虑, 我把宠物放在这样的笼子里,带上和我们一起吗? 是的呀,选择A选项,无意。 宠物放在这样的笼子里,它安全,我们也安全, 而且开车的时候不会受到它们的打扰,很好的吧? 关键词,la seguridad,安全。 三十六题,我有权利冲着这位行人按喇叭吗? No,没有。 城市里禁止按喇叭,况且人家就是开个车门, 我们可以选择慢行或停下来, 但绝对不能按喇叭,非常不礼貌。 关键词,glaxo name,按喇叭。 三十七题,提一问,我冲着这位骑自行车的人按喇叭吗? 当然不可以了,大白天的还敢按喇叭, 被警察抓到,小心钱包有损失哦。 第二问,那我躲开至少一米吗? 是的,城市道路和非机动车的间距是一米, 乡下是1.5米,记住哦。 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B和C。 三十八题,图中看到前方的红灯亮起, 那所有的车都停了下来, 如果这时候我继续前行, 势必会影响行人的通过, 所以呢,我们选择A选项,停下来, 给行人让出通过的位置,选择A。 三十九题,图片中分析可以看到, 这位摩托车的司机开了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 我可以从左侧超车呢? 还是从右侧超车呢? 这两个选项都选择No。 因为地上的超车箭头已经是最后一个了, 前方的中间线即将变成实线, 我们不可以超车咯。 因为左侧对面车道上随时会有车开过来, 如果这时候超车, 很可能会影响摩托车司机, 所以我们选择B和D, 关键词,Depasse,超过。 四十题,图中路面湿滑, 还有行人, 那ABC三个选项我们应该如何选择呢? A,按照提示牌, 开每小时30公里, B,用最低速行驶, C,停下来。 A肯定不能选啊, 地上有水, 那如果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开过去, 会见到行人一身水的, 非常不礼貌。 B呢,没有必要停下来吧, 路面的宽度还是足够我们通过的, 那么就只能选择B咯, 用最低速通过去了。 这样既不是礼貌, 还不用停下来, 我们慢慢开过去, 一举两得呢, 选择B哦。 关键词, DETRAMBE,用水化开, 题中的意思是湿滑。 记住够的考题, 不光是为了应付考试, 等开上心爱的小车车, 你就会知道知识的充沛是多么的安抚人心。 加油,小伙伴们, 爱你哟。